哥让老弟把这道美食学会了 家人绝对夸你吃大厨 老妹跟着您学会这道美食 看家人会不会夸我是大厨 西红柿放开水里面像我这样给他烫一下 西红柿放开水里面像您这样给他洗个热水澡 给他拔光溜以后用刀给他切一下 给他拔光溜以后用刀给他切一下 然后往里面打入四枚鸡蛋 家里面有条件的你就打上六个 我家条件不好 我打三个 打好以后给他往锅里面一倒开始炒 打好以后给他往锅里一倒开始炒 给他炒成这个熊样 然后倒出来备用 给他炒成啊 好烫好烫 给他炒成这个笋伞 然后倒出来备用 咱们炒之前先让一个八卷 给他炸香了 咱们炒之前先放个八卷 给他炸香了 加入葱花蒜片 给他爆一下锅 然后把西红柿给他怼入 加入葱花蒜片给他爆一下锅 然后把西红柿给他怼入 炒的时候啊 用勺子像我这样都给他砸一砸 把西红柿给他砸的嫩嫩的 炒的时候用铲子像您这样都给他砸一砸 把西红柿砸的嫩嫩的 给他炒成这个熊样 然后就往里面添水嘛 给他炒成这个笋伞就往里面添水 调味的话少来点生抽酱油 调味的话少来点生抽酱油 再来点盐和白糖 再来点盐和白糖 鸡蛋碎给他怼入 鸡蛋碎给他怼入 喜欢吃辣椒的再放点辣椒丁 给他汆汆味 我喜欢吃辣椒 我多放一点给他汆汆味 最后出锅之前 少来点料油 割了均匀出锅 啥椒料油 没有料油 我用香油割了均匀出锅 出锅以后往面条上一焦 这不就好了吗 出锅以后往面条上一焦 这就做好了 虽说老弟不能陪你一生 但让你的胃满满灯灯 虽说老妹不能陪你一生 但让你的胃满满灯灯